8月份第一个交易就跌了 7月份很火热 8月份一开坎 就跌了 今天找了半天没找到马来西亚 结果垫底了 是否意味着7上8下就开始了呢 今天早盘是这样好好的 对吧 8月份能再买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谷歌讲我的栏目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7番生火热 8月首日马股垫底要跌了吗 如果说你也非常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话 一定要听到最后 我们先来看一下周边市场这边 这是今天亚太的情况 亚太实际上是涨多跌少 刚才找半天没找到马来西亚 今天涨比较多的是巴基斯坦 韩国越南还有泰国 结果呢看到马来西亚是垫底了 跌最惨的就是它了 虽然跌了0.41 但是是No.1 倒数No.1 然后从欧洲的情况我们看一下 欧洲这边呢是涨多跌少 这个我们就不详细看 美洲这一面呢是涨多跌少 是吧只有墨西哥下跌了 巴西加纳涨比较多 道琼斯纳指标普都起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马来西亚的 马股啊 马股这边为什么今天跌这么惨呢 前面涨太多了是吧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如果8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就跌 通常是不太好的 昨天我们做了这个 7月月度行情的复盘 以及8月行情的一个展望 然后我们看到 今天是去早盘就开始杀跌了是吧 然后后边有快速冲了一下 就下来了 跟前面走势有点不一样 前面走势早盘就先冲是吧 冲完之后大概差不多 不到9点半的就结束了 今天呢是先下跌 然后后边冲起来是吧 也差不多是到10点 9点多9点4510点的样子 开始下跌是吧 目前的已经有一点跌的比较惨了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一看 今天的情况 实际上昨天的强势呢 就是强努之末是吧 虽然涨了 但是这个轻注你看是缩短的 对吧 然后今天轻注继续缩短 而且今天最高价也没有创新高 然后我们再看60分钟呢 有一点要解数的意思 是吧 实际上它从这就已经背离了 是吧 股价创新高 这边是MAC指标是没有创新高的 这种背离现象已经产生了 目前来看呢 就红柱也是缩短了比较多 对吧 接下来如果到下跪附近呢 能够撑住还行 撑不住跌破呢 就容易往下走了 我们来看一下盘面 盘面这一边呢 也是恢复到了之前比较弱的情况 上涨的股票只有288 下跌的是488 基本上是倍数的关系 指数截止到中午 目前的时间是跌了6.23 跌了0.43 行业方面只有四个行业向上的 然后九个行业都是下跌的 今天跌比较多的是这个construction 跌了1.14 然后跌比较多的是 他的communication 跌0.64 丈夫比较大的是healthcare healthcare还成了目前的香波本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行业这一边的走势 手套股不是一天领账啊 是连续领账好几天了 对吧 连续领账三天了 昨天是第三个交易日 今天又起了 说明真的是异常强势啊 今天是该跌不跌比较大仗 对吧 昨天也是该跌不跌比较大仗 对吧 所以说手套股反而是要进入一个大牛市了 对吧 前面我们在昨天啊 包括前面上一周日的时候 或讲手套股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 如果说你还没有听的话 可以倒回去我们频道听 或者说可以把昨天晚上的视频拿过来听一下 昨天晚上我们实际上探讨的是阅读行情盘点和展望 7分翻身好像已经超过7了 8分会下吗 7上了8会下吗 如果说你也想看回这个视频 扫码回复一下 8 好吧 我们会给你发这个视频 我们再来看 Energy今天是涨得不错的 但是截至到中午时间 它也冲高回落了 是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看 是否能够突破这个上轨 从资金状况来看是有增加的 不过MAC两条线的是有走弱一点点 Race这边呢 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有震荡横摆是吧 震荡横摆有一点像当年的 那个房地产是吧 房地产也是这样 所以说接下来它可能要起了 对吧 它一起就代表市场不太好 所以最好不要起 Utility这边呢 还是保持上升趋势 当然今天没有起啊 专家这边保持住 没有减没有增 Trust Foundation这边呢 是已经在上升趋势当中 只是今天出几道上轨是吧 有一点冲高回落 不太好的信号呢 就是下边的吵架比例是没有的 Consumer这边呢 是昨天冲击到上轨 今天是又冲击到上轨回落了 但这个回落呢 目前来看还是属于正常的 只是下边没有吵架 Fundation这边 昨天有反弹啊 今天是低开往上走的 盘中也有反弹啊 这样的还是蛮可以的 但是到现在为止的话 已经是回来了是吧 回落了 从下边的MSG指标来看呢 是有一点要死差的感觉 然后MCDX指标呢 这个红柱已经低过子线了 对短线也是有一点危险 Industry这边呢 是高开低走 目前来看呢 外资有减少一点点 从MSG指标来看 轻注是缩短的 说明上昂动能是在减弱的 但是整体的还在牛道里边 是吧 所以说风险 还是相对偏小的 从Tenology来看 是严重不正常啊 然后西方 像纳斯达克就起了 他也不起 纳斯达克跌他也不起 是吧 比如说本地的科技股 目前就是比较差 业绩这边也是比较差的 然后Property这边呢 是今天有冲高回落 从整体的资金账号来看 实际上这边是 一直在减少的 而且这个MCA指标呢 是这个轻注也是 不断在缩减的 然后快线和卖线呢 有点要死差的感觉 这个是要小心了的 昨天主要是 Financial Service跌比较多 应该是冲高回落是吧 外资这边减仓比较比较多 从MAC指标来看 这个轻注减少的比较快是吧 所以说我们只能说 上涨告一段落的对吧 这边是123 现在走一个4 4不能超过两天 Telecommunication这边 今天跌比较多 主要是没有吵架 还是相对偏弱的 又出了利空消息 所以说肯定是凶多吉少 Construction呢 是因为Gamda呢 在澳洲的一个项目出了问题啊 所以说导致他引领整个指数的下跌 当然今天是调整的第三天了 是吧 三世已经出来啊 调整第三天容易往上起 所以说明天起的对了 明天不起的话就废了 就代表什么 就已经不太好了 是吧 让我们来看一下个股 今天账幅超过10%的股票是13个 然后是跌幅超过10%的 跌幅超过10%的是18个 这样来看 空方力量是异常强大的 是吧 让我们来翻一翻这个涨数榜 这么看的话 今天好像都是一些仙股啊 一些烂股在起 5062花样的就最近一直很强势 尤其是最近的三天时间 是吧 股价刚好触及到下轨之后 开始向上 而且创新高 三天的情况的容易往下回撤 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注意一下 这个威斯拉有一点要起的意思 是吧 盘中是有大幅向上 今天外资比例也比较明显增仓了 G54是有点止跌回升的感觉 是吧 如果接下来在零周线上方出现金差 这是很好的事情 然后目前来看的还是在中轨线下方 如果说今天或明天之后能够回到中轨线上方 又会重回牛市了 0055这边有一点大双底的意思 从最近的机构比例来看是不但增加的 从这个股价走势来看 也是上攻能力比较强的一段 只是说靠近了上轨是吧 容易冲高回落 或者容易受阻回落 002的是 挖扎 construction 是吧 它也是一日游啊 V49呢 就近期有一些利好消息啊 它在跳空之后呢 三天以内没有会不缺口 说明网上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并且今天庄稼大幅增仓散户还消失了 8352这边呢 是在震荡横摆的格局 近两天呢 这个资金都是增仓的 当然目前来看就是波动性比较大一点 所以这个是适合一座不断的啊 不适合一座长线的 新西西这个可扎压 prospect 这个呢 近期的走势还是不错的 是吧 它前面是有突破二浪的阻力 后边下来了 是吧 现在又已经创新高了 所以我可以认为 它是在三浪主上浪里边了 对对吧 749的话是昨天初级到下午 今天起来的而且是三室对吧 第三天 5109这个YTL hospital 今天涨不了多 前面是YTL power YTL comp 是吧 就涨了啊 它也该涨一涨了 对吧 786sws 那出现昨天出现比较大的下伤 散户消失 今天的红柱又增加 然后这边呢 是基本上我们可以画一个图啊 画一个图这样子 然后是有突破是吧 突破之后 如果后边回踩确认完了之后 还是会再起啊 昨天有出现机构爆拉的模型 599Hibiscus啊 这个油气这边有一点起色 是吧 然后外资比例也增加了 金叉了啊 这个紫线金叉蓝线啊 有一点金叉的感觉了 5908这边呢 就有出现不错的向上啊 出一道中尾线开始起了 然后7579这边呢 就还好是吧 今天是大资金增仓 比较明显的一天 027呢 还在艰难的 还在这个艰挺的向上 是吧 那今天呢 他有出现 破拉啊 这个股票是真的非常猛啊 7035呢 这个是CCK 震荡横摆向上 是吧 有点加速的意思 因为下边吵架比例也是明显有增加 5168呢 是已经是第三天了啊 然后非常强势对吧 然后86645231啊 5231还是可以的吗 嗯 这个TopGlove已经占第四天了 是吧 是比那个 跟刚才的板块指数差不多 但是已经出去到上轨了 所以上轨短线容易调整 8206啊 这个房地产的实际上是 比较坚挺的是吧 占的不多 但是占的比较 怎么说啊 19是吧 哇 这个Busam Malaysia 起的比较多啊 昨天报的业绩还是不错的 是吧 今天就开始起了 在起之前 然后这边有出现过三市 对吧 但是今天呢 他有出现到上轨 短线也是有超买了 Warsen啊 这个是Warsco啊 Warsco 这个是好像改名了 对吧 人家比例也挺高的 好 更多的我们就不说了啊 关于8月份的行情呢 刚才我们有谈过 就是说 昨天晚上我们有讲一个内容 是吧 是关于8月份行情展望的 如果说你想要去拿这个视频来收听 回放的话 是吧 回复一个吧 好吧 那么今天内容就这么多 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就订阅频道 并打个小铃铛 好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